大家午安 早安 全日安 有我许杉之外 还有我们初试提升 试试讲佛经的澳洲小时王真bc 大家多给点赞 给点支持他 好了 多谢各位网友 大家都是一起了 广结善缘就很重要 我见到很多网友有不同自己的生活 有不同的经历也好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真bc所说 每天有好几万个微信的留言 应该是少有三万 多有 因为有时候大时大折 很多谢各位网友 五六万条都有 我尽量尽量看完它 有时候真的无法工作 尤其是今个月 很多东西需要打电 因为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住 亦都很多谢各位网友的鼓励 因为我都说过 其实搬屋是我一个人 因为其他人就不是那么可以 所以只可以一个人搬住 搬屋是累的 不过有那么多帮人的鼓励 我是知道自己是慢慢可以缩掉所有东西的 多谢各位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忙着的东西 辛苦着的东西 开心的东西 什么都有 甜酸苦辣 什么都有 挺特别的 有时候见到这么多大家的人生 里面的祭遇有不同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一个佛家里面的故事 去比喻这个人生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如果没听过 大家一起听一下 或者有没有什么 我在说的时候 就令你已经联想到 究竟是和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话说有一个旅客 即是在旅途上行走着的人轻 他走着走着就遇到一只猛虎 哇哇哇哇 这样这样 就好出来 这样就追着他 那他呢之后就见到 前面的就是口呼井 就是已经是里面没有水的那只 有条树藤 比可希尼 跌跌跌跌跌跌的 在他情急之下 那么一下就 一声 就用了条树藤 来跌到去那里 那只想着 但那个顶会很深的 对 看下有什么是古怪的 哇 就看到 这个枯了的井底就有四条大蛇 那你就唯有不要测下去就留在中间 我挺怕是哪个蛇 哈哈哈哈 大蛇 那他就定住在半空 定住在半空的时候还没完 刚才说了就有老虎在那个井外面 在陪回等着他上来就扔他 那你已经扔着一条树藤 那半天吊了已经够大事了 谁知道抬头一望有两只老鼠 一黑一白就在咬着他那条树藤 那他都不知道怎么算好 跌落在洞底就有四条大蛇 会咬他 那上面有老虎等着来吃他 那你就再想一下 如果他一吊在半空的这条树根 tree根又被老鼠咬着 那怎么算好呢 那人一定会很心急的 是不是 那在这个与此同时 又刚巧有五只小蜜蜂 Bumblebee在那里飞飞飞飞飞飞在他附近 那你说是否来针他 那不是 那么就在这位哥哥的口打滴滴滴滴滴的 那滴了五滴蜜糖 即是加上就五滴了 每只小蜜蜂都滴滴的 那有五滴 哇觉得好甜呀 真的如此 正 在一个这么苦难的环境里面 就吃到这五滴蜜糖 那么一时间记住了现在那个方向陷阱 即是有老虎有大蛇又有老鼠咬什么 那究竟怎么好 爬上也好 还是跳下去也好 跟那些人拨过 还是怎样好 那去到这个情况下 去到生死阶段 有个这样的 其实可以反映到是什么呢 就是人生的无常 其实人生都是短暂的 我们的人 就好像这个旅客一样而已 不是吧 半天屌 这么大事 是啊 人生短暂 朝不保复 就是有时 坏点说一句 意外的东西 都是在大家的呼吸之间 可能有时 有些人 就是因为这样而走了 我们都见过不少 是吧 有时一些车祸 他都没想过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生活着的环境 其实和被老虎追赶着 没什么分别而已 那再说 那你说那个树藤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人的业力里面的生命线 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随着我们的业力 有长有短 也都有这个安排 其实黑白老鼠 阿珍B先生会想到是什么呢 应该是 我想是你的一个意念 去恶定是善呢 我就这样想 除了是恶和善之外 就是黑白的 就是那个就夜 你的善念和你的恶念 都会蚕食你的生命线 而且呢 日夜的意思 就是一日伏一日 一日伏一日 那你的生命呢 就是准备会断 你的生命线会断的 就是你会没有的 你的生命会完的 就是这样的 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那你说猛虎啊 那些什么呢 又是什么解救呢 那大家猛虎就知道了 我们刚才说了 人生有很多不同的危险的东西 那蛇又代表什么呢 那四条蛇都有它代表的 就是地 水 火 风 那这四样东西也都会随着年年月月 来到損害到我们的身体的 那你说 哇 这么厉害? 那你这个人游得多水啊 那样子都会不同一点 是吧? 太热啊 或者怎么样啊 或者风沙大一点 你的样子都会残 是吧? 那所以就证明了 人的生活命是有限的 就是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来说 那再看回我们人生呢 是不是都是很苦短呢? 是吧? 就是我们见到那些化石呢 讲一下都短亿万年那样算的 那所以 大家要面对我们宝贵的人生呢 一定要明白一个叫做 无常苦空的道理 千万不要让这些生死无常的东西 侵蚀了自己的心灵 我们尽量希望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 做出无限的事业 那才是最好的 那在这些年年月月里面 希望可以创造出 我们无限的生命的价值 那才是 因为有时候见到那些网友 可能会自怨自艾 就是说 喂 现在我转了份工 好像不是那么好 或者有些时候 好像不是叫做禁如意 最重要呢 要自己明白那个问题 在哪里 还有 刚才提到的 这五滴蜜糖 都是有解构的 就是 叫做 财 识 名 识 碎 碎 就是睡觉的意思 大家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 人世间呢 我们经常都给这五样东西 刚才提到了 财 识 名 识 碎 钱财 美食 野食 还有这个 享乐 睡觉的那些 那这些呢 会令我们呢 会不知道呢 自己现在身处的环境呢 可能呢 是有几危险的 所以大家有时候呢 享乐还享乐 都要呢 居安私围 有些人说我呢 好像 喂 许珊你好像比较上 悲观一点 因为我经常呢 都会记住呢 这个人生譬喻的故事 那所以呢 就会想起呢 喂 我们呢 一定要居安私围才行 上面有猛虎 下面呢 有四条大蛇 而我们的生命线呢 亦都是呢 蛇背 被我们的年年月月 或者真必师说的 一些善恶的东西呢 会蚕食到呢 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的 那希望大家呢 也都明白 当中那个含义 究竟是怎样 所以有时候 真的 要放下一下自我 就是不要太多的 自我 或者令到自己 身边的人 都不是那么好受的 真必师会不会呢 我只想到 其实就好像 就是我很喜欢 将这些事情 现实一些 去比较 就是好像 有些人那样 拿了个耳朵 那 我 我的心都相信 他想做好事 但是 有时候呢 就给 一些掌声 或者是 一些叫做 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 一些 他 你不知道他是对你善还是恶的 那么 被一些人捧得很高的时候呢 我觉得呢 是相当危险的 不如是 你的初心 既然你说 要什么 赢回香港 你赢回香港之后 那你 是不是真的赢回了 第一件事 还是没有赢回了 那究竟 怎样才能赢回香港呢 是令到他变得 Better or Worst 你想他是好一点 还是差一点呢 其实呢 有很多人的权力是很大 但是 真的是他一念之间 所以呢 人生的痛苦 大多数呢 都是来自自己的 我执 而起的 所以刚才我们 一开始都说到了 要到一切负压呢 就一定要 首先 消除这个叫 我执 才行 所以大家呢 看到有两个字 可能经常都 听到人说 会提你的 就是叫做 放下 如果你不能够 愿意放下的话呢 你有机会 叫做 真是 万分痛苦呢 就是因为 你的我执 你不肯放手 那我们 亦都可以看到 虽然不是说想太 讲政治 如果 林太 他不是能够 放得低 他的 政坛的生涯 或者不再 再选特首 不再做下去 那他 的话呢 怎会得得到 他的家庭呢 或者他的真正的 退休生活呢 或者落得 叫 耳根的清静呢 所以 其实也有说过的 有时 人有不少的痛苦呢 都可能因为你的 财富 和名利 而来的 有权力 有地位 而产生来的 今年可能有 很多的钱 那你希望 夏年 就更加有钱 你有名利的时候呢 你也可能会 招业很多 不同的是非 也都可能 招业到 人家的妒忌 亦都可能 刚才真B师所说 你的人 甚至乎 因为权力 而变了质 都不知道 就算你真的到有权力了 但是 你面对的问题 麻烦的 亦都叫做很多 你愿不愿意 能够叫做放手呢 能不能叫做 放手这一样 可能会得到 另一样 都不定 所以你见到 有时候有些 高官也好 或者本来是 做一些 我们 很熟悉的 要职也好 什么都好 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 但是他后来 转了去 教书 或者转了去做其他 不同的慈善的公益的事务 等等的东西 他换来的快乐 或者可能 他还得到更加多人的掌声 是不是 震别仙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没错 我觉得很多都是 因为以前做高官 很多事情 做不得 后来 如果你放下了 就可以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不是说了一些坏事 是的 有时候 有时候 一得 就是 我觉得你写 人生是这样的 你不是赢了全部 你得到的东西 你得了一样东西 我是觉得 你需要 一些东西 放下才行 否则你 什么都要取得 那我就会 我觉得 如果真的什么都取得 可能你的快乐 指数是更加低 没错 你会沉迷在某些东西 沉迷的物浴 也会令你 因为你有的东西 你疏忽了 可能会是家庭 疏忽了其他不同的东西 没有沟通 你有的财富 但失落了家庭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又可以说 心经 在金刚经的 撤要而来 所以有时 你见我又讲心经 有时又讲 金刚经 记住不是两样分开 其实两样 都可以说叫做合一 所以有时见我 就两样都讲 那我们刚才都提过了 心经 都讲过的 照见五蕴皆空 其实 大家的痛苦 就由这个五蕴的 受想 行识 里面而产生的 有机会再说 怎样为之 受想行识 所以有些苦 是因为你贪图这个物质 可能令你 自己得不到 而觉得很痛苦 产生这个矛盾而生 所以 五蕴次胜苦 人生的痛苦 大多数都是那句 由我执而来的 有时 可能你会不知道 我们有时听到有些人说话 常常都 我什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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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他不是用个我字 例如说 子敬 永恩 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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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喜欢用自己的名字 是很担心别人 忘掉他们 这也是一种痛苦 他经常怕 你到底记不记得是我 或者记不记得是我做 等于这样 我们说 芒向编辑部 要去 好像这样 去捐饭 去做这些善事 人家可能都 见到什么叫 芒向 芒果 我就懂 是吧 什么来的 什么编辑部 什么来的 什么芒向 自由 没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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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你不需要记得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有那个 想帮大家 其实 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故事 你不能够去做到一个布施 透过原来 听一个节目 或者 大家一起聊天 一个互动 大家有相同的理念 我们能够 一起去做这个布施 就是这样 不需要太复杂 也不需要想到 又说要 穿着衣服 去哪里派物资 然后又要去 你好 是啊 是啊 又不需要这些 其实你看到这一张 代表些什么 其实 我们没有说要 证明做了些什么 其实我们最希望 就是能够 用我们的 节目也好 或者我们影响到 其他的 网友 大家去做一些 叫做善事 所以为什么 因为真bc 那个性格 就真的 比较 受西方教育的影响 看的东西 或者跟我们想的东西 有些是叫 不同 他会想 为什么 我明明是想做好事 为什么会这样 误我 所以真bc是零石不明白 为什么 会有人说我们 汪向编辑部 是什么 C1A 那些 零石不明白 就是真bc 其实这些就是 他们自尊烦 你想世界这么复杂 做什么 其实 我是觉得 你的世界想的这么复杂 其实你的人都很不开心 真心地说 还有我想 多谢 几位 网友 多谢几位网友 是 今天有很多网友生日 都是跟 各位生日的网友 说一句 快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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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Rita Ho 多谢 Candy Candy 还有 Rita UMM 还有 Cilia Chung 还有 Ning Stella Sao Ping Ib 还有Cheerful 多谢你们 多谢你们 还有有时候 我觉得 因为佛教这件事 有件事好的就是 用法相是千百万 其实 是用很多方法可以导导人的 就算我们现在这样 网友在这里聊天 你跟网友说一句生日快乐也好 其实可能他很开心 也是一件好事 我真的觉得 很开心 大家一起开心心地 聊天 唱歌 其实这样也可能 是做了一件好事 是不是 当然我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 说到 要做到很大的 什么赢回香港 其实 每个人 我不敢说他没有 他的力量当然比我们大 我们普通人 人家境也好 又是 又是政客 但是 究竟你做的实事有多少 我是 觉得 打个问号 如果是 那么大的力量 是不是应该会 群测群力 是聚到更加多的人 去做一件好事 但是有些人是聚到很多的人 去仇恨别人 其实我是觉得 很心痛 很心痛 那好了 我们读一点留言 我们待会 还有我们一个话题 就是 跟刚才真边说了 他不太明白 为什么 人家要 这样去作恶 我们不如说一说作恶的问题 还有 为什么 不要这样作恶 要去行线 我们稍后再会和大家慢慢讲一讲 好了 那我们 大家去 讲一些留言 Vegina就说 未必 说我未必有信仰 可能是 喜欢看书 在节目里面 听到我讲佛经 由于 有些是 关于 圣经的章子 那么 因为 读书的关系 其他不同的宗教 都要涉猎一下 跟国际之间的关系 都有些少 所以都要了解一下 所以你见我 每一样都要讲一下 其实没说哪一样 好与不好的 最重要是 一个 正门正派 导人向善 那就OK了 Cony H说 追求越多 探念就越多 悲痛就越多 学会放下 人会过得自在一些 不好 意图 改变人 去满足自己 这样的话 只会自找痛苦 Chan Mei就说 人生无常 世事无常 愿各位 释善 珍惜眼前眼 这个好紧要 Ling Stella就说 人生不在乎长短 弹球 无愧于心 新安 尼德 就最紧要了 好 Timeless就说 人生 一定会有得有失 即使 简单些 赌场都是这样 10赌 都九输 都是得一拨中 是吗 Giselle Wong就说 放下 才能得到更多的快乐 看看你能不能够 愿意叫做 摆得低 好了 看看 Lambo Wong 金钱也能令人失去理性 我们在做生意来说 都见得不少 真必事 立刻的心都沉沉 想起很多这些人 真的看得到 真的心痛 没错 好 看看 Henmy就说 息即是空空即是醒 西门 指经 Twitter 现在究竟怎样 有机会 才再 看看 摩叫姐姐就说 人性蒙蔽 一切多个放下 是啊 所以我们都希望 讲多些 善心善行的事 希望大家 明白到 我之前都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本来有个朋友 打算去做善事 打算去做show 谁知道 他被一些 受到他恩惠的人 感动到 而令到他 变相 现在做善事 做慈善的工作 是多 去做 自己本来的本业 他本来的本业 也都没有说 特别搞得很出色 即是 够吃的那种 他反而 多了 用他自己的 金钱 去 做善事 他 他住的都很简 如果他 不将自己 做善事的钱 留给自己用 其实他可以是 更加 舒适的 更加捨异的 但是他 都没有这样做 所以这个朋友 都很值得欣赏 或者这些 叫缘分 好了 我们 停一停 我们一会再说 关于 一些 恶行的事 好吗 真必事 好 大家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